等公车没有后车停真的很不方便 在细止新台五路二段靠近前东路口的活力社区公车站 一直以来都没有后车停 使得民众搭车都必须忍受日晒雨淋 而在去年的会刊后 原料正量也争取增设后车停 这一阵子市府也进场失座 完工后就会有更舒适的后车空间 这是去年会刊的画面 就在细止新台五路靠近前东路的活力社区公车站牌 抬头望去有公车 社区巴士会在这一站停靠 不过在这里等车却很不方便 因为没有后车停 居民说尤其学生要等车 下雨都会被淋湿很不方便 所以才会向议员廖正良澄清 希望能够增设后车停 而同一个地点 这间后车停的工程已经在进行中 对啊就是因为下雨天 没有后车停不方便啊 而且刮风下雨 他要带个雨伞 而且您的满身都是撕掉了 所以他建议 我议员这边尽量帮我们争取嘛 因为旁边就是边坡 那如果说在边坡设置后车停的话 可能也有安全的疑虑啦 那所以最后我们就坐在路边 那我们也请交通局 那要做一些我们安全的措施啊 包括一些比较 做一些比较量的提示的东西 让我们经过的车辆能够知道这里有一个后车停 往汐止方向长期以来没有后车停 再加上汐止多雨等车真的很困扰 而且一阵子已经进场失作 只见停止坐好了底下进行灌浆 那最近大概在2月初的时候 我们交通局就已经有来失作了 那但是因为最近我们汐止常常下雨啦 那所以说现在应该在进行那个灌浆的部分 那灌浆的部分因为下雨 它没有干那没有办法铺地砖 那之后我们会请 我们廖医员会请我们交通局 等天气好的时候 那尽快来失作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尽速的 来有一个舒适的后车空间 目前已经灌水泥 只是天气一直不怎么好 等到干了之后 公车后车停设置完成 让民众有更舒适的等车空间 借程惠林 细致采访报道